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其實自己做了職業賽球手都超過20年 直到自己女兒出生之後 女兒慢慢長大 對她的教學和教育有興趣 她平時喜歡學什麼 學校做什麼 開始了解多一點 太太給了一個意見 為何不可以教小朋友打桌球 桌球桌一般打開的很大張 6尺乘12尺又很高 所以一般小朋友不太適合打桌球桌 所以慢慢想一下可以用小桌球桌 或者短一點的桌球 令小朋友小時候就可以學到桌球 因為其實其他運動都小時候就可以學 但桌球不行 因為桌子的問題 因為太高和太大 香港的地方一般來說都不是那麼大 所以要放一張正式的桌球桌在家裡 我想真的不是那麼現實 所以我們就想可以設計一張桌 是可以組裝式的 可以在家裡 都可以立即可以裝陷 打完之後又可以拆 這個是我覺得在香港來講 是比較適合一點的 小朋友就足不出戶 都可以在家裡打桌球 機緣巧合之下就認識了Grey 就是一個香港很出色的產品設計 大家都有些共同朋友 因為他除了一個很出色的設計師 其實他也是一個桌球發燒友 大家就聊一下 不如設計一張組裝式的桌球桌 可以讓小朋友家裡都可以打到桌球 除了桌球之外 希望可以設計一些不同的遊戲 可以讓他們玩到 而且我們正在面對 其實小朋友 尤其是在香港 桌球桌一般來說 大約是72cm高的 其實但如果小朋友 因為打桌球 就要趴下來打 所以一般桌球桌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這張桌球桌 組裝式之後 我們是可以放在書桌 或者飯桌上高來使用的 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 矮一點的桌桌 就放在上高 令到小朋友 可以適合他們去打球 這就是我們想了一些方法 怎樣可以適合小朋友 打這個桌球桌 小朋友其實有很多疑問 為甚麼那些球要紅色 為甚麼那些球要黃色 我們就設計了不同的涌 不同的遊戲 令到小朋友 就算三四歲的時候 提高他們對桌球的興趣 所以這個整體就會做了這件事 就是除了一個迷你桌球桌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做到好像一個board game 本來原本的桌球 其實已經可以鍛鍊到很多東西 鍛鍊到小朋友的耐性 專注力 小肌肉的運用 眼、腦、手的協調 我們加上一些可以學習到 譬如英文的串字 數學 或者天文地理的遊戲在裏面 令到他在打球 學到一些 即我們叫做soft skills 軟技巧之外 一些硬知識 即是英文 數學都可以學到那些知識 令到整件事很多元學習 多元發展